陈建初事件经过两次公开声明后 并没有就此停止 反而愈言愈烈 管理他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 连句句都没有这么精彩的 各家媒体使出浑身解数 对其申罚 一些往年的料再度被拔除 港媒再度爆出范围棋 王立宏等四人激情视频 当年王立宏离婚事件中 李经磊多次控诉王立宏困内出轨 还公布一段范围棋 陈建周 王立宏 徐若萱 四人大尺度激情视频 全炉画面相当辣眼睛 只不过事情已经在不久后被澄清 李经磊表示 王立宏跟范围棋 陈建周夫妻没有关系 但是他澄清当中并没有提到范小璇 随着陈建周事件持续发酵 之前的爆料再度引起怀疑 他们真的没有关系吗 陈建周玩的开始 台语圈很多人都知道的 他跟王立宏也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他曾经在节目中自爆 经常带着王立宏去夜店 两人一级搭讪漂亮女孩 陈建周和范围棋结婚时 王立宏是其伴郎团成员 翻看陈建周当初官宣婚礼的文案中 使用的照片也是相当奇怪 作为新人的范围棋 居然指示出现在照片的角落 而作为伴郎的王立宏 正是站在正中间 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两人结婚后 陈建周身上的话题依旧没有减少 数次被人传两人行婚 他跟王立宏还传出同性绯闻 两人公开场合也毫不避讳 爆出很多亲密照 而根据情况来看 这所有的一切亲自范围棋 应该都知道 万万综艺是相当敢说的 什么话都敢在台上爆料 陈建周上小S蔡康永的节目 也被爆料权弱骚扰 S码 这些爆料当真是惊爆眼球 震碎人的三观 其实周杰伦一早就在节目中有过暗示 他在节目上疏漏嘴 诚知道小S和范小璇 他们那一挂人玩得很丰富 听到周杰伦的话 小S立马休战认怂 还拿他前女友名字来威胁 看来当真是大瓜了 不然你小S的性格 哪能这么容易就放过 玩玩综艺真是神奇 什么都能报 什么都能说 再继续深挖 还会爆料出更多细节内幕吧 现在的陈建周算是浑身黑料 就算满身是嘴 也有点说不清了 一开始面对大雅的指控 陈建周还带着妻子范伟奇 一起出个联合声明 还要控告对方索赔一千万 并要求在社交账号道歉 但是面对第三代威风女生 郭远远的再次指控 他却明显有些唏嘘认怂了 他不再发公告 还直接表示 针对莫须有的指控 他们不再回应 这跟他面对大雅的指控态度 差别太大 一开始只是一个人站出来说 并且连他已经久远 证据也早已不在 他显然并不害怕 但是当又一个人长出来后 他就不敢了 估计他也明白 很难说会不会有人继续出面指控 如果再有 那当真是把他垂死到坑底了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境地 到底谁是受害者 谁是加害者 谁又是帮凶 只能静待后续发展了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最后将你什么样的结果 结束这场争议吧 近日 有关黑人陈建州的黑料 此起彼伏 夫妻两人 及S家一家 频频登上热搜 这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台语八卦连续剧 这一下算是演不完了 为了抢占 头版头条 各家媒体是出浑身限数 当年离经了 与王林红闹离婚时爆料 长达9分33秒的 心爱party视频也被拿出来 就是重提 画面中出现范围棋 陈建州 王立红和徐若萱 四人赤裸相对 场面十分烂眼 不过不知道 李经雷被低利承受了什么压力 又突然改口澄清说 王立红与黑人夫妇 没有关系 当时还以为 李经雷首次王立红 冲动之下 殃及吃鱼 随着陈建州真面目被拔 大家才猛然间醒悟 原来台语中最委屈的是小猪 明明大家都一样 却偏偏只有他塌了房 本来台语中大小S口碑早已崩塌 陈建州又是跟他们一个圈子的人 这下想起白想必 已经不是一张绿色罕 能解决的问题了 他们这个圈子的人都不简单 其实早有机可循 早前陈建州之交好友周杰伦 就曾在节目中爆料 以前你们跟范小璇那一挂 在玩的时候很丰富哦 一向不惧开黄墙的小S大惊失色 连忙无垂周杰伦 不惜拿他钱要来威胁 生怕他抖落出太多秘密 要知道陈建州可是周杰伦的美人 范伦奇和坤林以前都是黑社会组合成员 对于他们的私生活 周杰伦肯定有所了解 周杰伦姑娘兄弟之情 没有揭穿陈建州的真面目 但其实陈建州老少通知 在圈内走就不稀奇了 曾经有一次 他打完球在S家洗完澡 全裸从浴室跑出来 恶作巨石地站在S妈面前 把S妈吓到脸爆粗口 而这件事情竟然是女儿小S亲口曝光出来的 这证明这种在大中认知里毁三观的事 在圈子里面都算是个玩笑而已 除了拿裸体向老人家 陈建州对年轻女孩做的事 就更令人发指了 除了这段时间一直在持续发声的受害女孩 黑色惠美眉腰脚也勇敢站出来 为陈建州的不端品行在天时锤 据他口述 当初陈建州与范围棋还在热恋中 却把他骗入房间 并引诱他床很大可以睡上来 当时他觉得不对劲 就匆忙逃离房间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虚惊一场 还有曾被陈建州多次在公众场合亲吻的 听说他的真实人品也悲感震惊 他回应称 当时我们姐妹都很爱情 但仅限于女性 黑人哥是我们的男闺蜜 他说他也想情 我们就同意了 当时并不觉得是性骚扰 后来才知道他经常朝女孩所问 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出面澄清这一切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陈建州不仅对女艺人如此 对男艺人 他也经常有挑逗行为 比如在节目中 他与潘卫博大闹 故意将对方压在身下 那话封建之难以言喻 如今陈建州属于强盗众人推 整个台狱都差点被他连累翻车 但此时此刻 依然有一个人坚定地站在他身边 无条件相信他 这个人就是范伟奇 在经历了多日的舆论洗礼后 他不改出行 力证老公陈建州的清白 据他回忆 陈建州是个标准的好男人 在他怀孕期间只出门过五次 一次参加婚礼 两次朋友聚餐 一次探望奶奶 一次野餐 剩下的时间都寸步不离手在他身边 况且他家只有一张床 没有所谓另一张床 陈建州也没有研究习惯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滴酒不沾 与此同时他还表白陈建州 我深深相信他是个政治的人 深正不怕隐私学 我爱他 会用全力守护他 看来范伟奇 却是爱惨的陈建州 这个高高帅帅 满身散发着荷尔蒙气息的男人 说起来范伟奇 当年的色偶观也很奇葩 他明明知道好友大S 是陈建州前女友 也知道两人从恋人又做回朋友 还特意恳求大S 帮他把把关 范伟奇说分手后 还能与前女友保持这么好的关系 人品肯定错不了 如今看着满天飞的爆料 和心事淡淡的范伟奇 让人不禁疑惑 谁是谁非 数对数错 真相又是什么 其实不必着急 时间就是最好的事情时 谁是受害者 谁是加害者 谁是帮凶 很快都会见分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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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